帶大家來看一下現在的近況 右上角這邊站立815000 那我們來看一下總排行榜 第一名站立 第一名站立現在是380萬 那落差已經漸漸的追上來 就是說 一開服這些砸最多錢的一定是站立飆到第一名 那沒有砸錢的就是後面慢慢的追上來 因為畢竟可能 裝備還是有一個上限 那我們來看一下 藍色加11等於覺醒 他有到加66 然後基本上他全部都是加60 那這個叫做戰力排行榜 那第二個叫做單人決鬥排行榜 來看一下單人決鬥排行榜 他的戰力 200多萬左右 那200多萬除以80幾萬 差3倍 這個要花一點時間慢慢追上 那其實這個遊戲呢 我玩到現在 這裡有一個大招 一直沒有跟大家來講這個技能的部分 這一個大招再把它升級一下 現在拿技能數已經很簡單 因為 打這個 守護祭壇 守護祭壇第4層 第4層他跟我戰力差一半 其實這位如果要玩這個守護祭壇 你就去選那個戰力跟你差一半的 你就給他掛就很輕鬆的玩 那打龍也是一樣 打龍你就去找那個戰力差一半 你就照這樣的準則去玩就可以很輕鬆的 按自動就結束了 像我現在我還是在掛這個25萬的 但是他有技能書 那其實這個遊戲讓我玩到第14天 有一點點小失望的地方是在這個技能這裡 先跟大家分享一下 那這個是冒險關卡的技能頁面 他這裡有 連續記可以按 然後這是打RADE也有連續記可以按 但是 到這邊來你看那個中間那個鏈條就不見了 第三個是PK廠 PK廠就沒辦法讓你用連續記 所以這樣變得說好像半殘廢一樣 你本來擁有這麼多技能可以一次放兩招 然後結果現在來到PK廠就變成殘廢 只能放三招 這很可憐喔 本來可以放六招的 然後現在變成放三招 你看喔 這裡有個E 技能這裡有E嘛 FGDE 這裡有E 這裡有E 這就是說你可以施放的技能 可是你到了PK廠就剩下這樣子 那這個是非常可憐的 變得跟殘廢一樣的設計 那再來看這個 大招我目前有兩招 我目前裝上的那個噴火的 那我帶大家來看一下噴火的 順便來打一下這一個是17之10好了 這打得過 這個是 蜘蛛女 我衝到那邊應該還有60秒 所以 等下還可以再放一次 然後像這個骷髏頭啊 在執行的時候 所有的時間是暫停的 但是你的 CD是繼續回復的 這是這個遊戲的特色喔 所以當你有骷髏頭的時候要趕快按 因為全世界的時間是暫停的 但是 你的CD減少時間是一直持續在減少 等於說你的大招一樣在減少 這樣對你本身的打是很有優勢的 他那招的大招跟我長得很像喔 哇我剩下21秒 不能放 來不及 我認為他會被我幹掉 死掉了 魔王的血如果低於兩條的時候會產生瞬間的必殺技可以按 那還蠻好用的 那其實戰力就是這樣子慢慢追啊 因為無課金就不用去跟人家追第一天就要怎麼樣 那是不可能 現在的裝備大概是這樣子 不朽一件 傳說這個都準備可以生了 可是沒有那個進階石 你看那個進階石要50顆 非常坑錢 我這把不朽是用對合上來的喔 是兩隻傳說升上來你就知道有多 多痛苦了玩過英雄之戰的人都知道 兩隻傳說去對合一隻不朽你就知道有多痛苦的事情 那個要累積多久 那我感覺大家一定很清楚 再來呢打一下那個 挑戰之塔 我挑戰之塔還沒打 我今天的金幣復本還沒打 我現在可以打最後一個階段的金幣復本 靠我按錯了 我應該 這個是可以 他有的任務會要你打前面的金幣復本 不過現在沒有 這個要趕快按喔 然後你的大絕時間繼續再倒數 對自己非常有利 黃色是中型怪 藍色是小怪 那個骷髏頭 然後盡量推到後面來這樣對你的視野會比較安全一點 跟英雄之戰一樣 你要推到下面你 在打人才知道說你等一下要打哪裡 比較能掌握敵人 只要一有這個藍色骷髏頭就要馬上按 對自己的大招CD時間比較有幫助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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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就可以按到兩次的大絕 一進來就馬上放一次 然後結束前再放一次 這次有進步了,一百七十幾個 剩三秒 再來個殺個三隻 一場二十二萬七耶,爽 不知道有沒有三顆星 沒有耶,要打兩百隻才有 太困難 我打一下四天之塔 今天打到四十五層 他這個掃盪我都不敢按 掃盪一次很貴 這隻喔 這隻昨天打不過的樣子 今天就可以把他幹掉 兩條血 靠腰怎麼會這樣 他的單機這個部分都做得很華麗 只是PK比較可惜一點 哇,傷害很高耶 看來戰力可以打到九十萬的四天之塔 我現在每天掛四天之塔要掛越來越久 跟那個英雄之戰的裂縫不一樣 英雄之戰的裂縫你怎麼打就是十場而已 十階 然後我現在每天越打越多階 太困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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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條角 在下一層應該是打不過 看一下 戰力如果差10萬應該是很困難 92萬跟81萬應該是打不過不打 那這個就是近況的一些分享 跟大家介紹 戰力有漸漸拉近 那還有一些技能 比較可惜的設計 那其實現在玩的人 真的不多因為鎖區的關係沒有那麼簡單 每天都還是有人問我說這個要怎麼玩 那都會跟他回覆一下 都是 新手的問題 新手會提問的問題 好那以上的近況分享跟大家介紹到這邊 謝謝 好,謝謝